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囊牌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过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即时模块 是这样 咱们在开发一个系统的时候 不光是要保证系统的正确性 同时还要保证系统能够高效的运行 对不对 那今天我给您讲的这个即时模块 就是说咱们针对于系统中的某个处理 要评测一下它所消费的时间 好不好 咱们就来学一下 这个作为咱们这个开发 不管是开发python还是开发各种语言都好 这是咱们一个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技巧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另外呢 今天我给您讲的这个即时模块 它并不是numpy的功能 它呢是python的功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time it 咱们来估算一下代码的执行时间 time it 就这个 我测试一下你的时间 好吧 叫time it 这个英文也好理解 OK 咱们先少许 首先看一下这个time it的官网 这个是python的模块 所以说呢 今天我给您打开一下它python的官网 同时它有中文的知识 大型非常好 time it 测量小代码段的执行时间 我记得当时我在跟我们公司开发用户login处理的时候 因为是这样 用户login这个处理 没什么的代码 没什么逻辑 对吧 仅仅是到用户表 读一个口令 然后比较是不是一致 如果用户登录成功之后的处理 就非常非常的慢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给用户显示出来自己的myhome画面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部件 每个小部件都要访问一下数据库 都要做一些处理 而且我们数据库的量还很大 导致系统处理起来会很慢 每一个用户登录起来之后 访问自己的myhome页面都会很慢 这样呢 我就当时就给客户 给我们这个系统做了很多很多的挑优 主要就是评测每一个函数所花费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在数据库 在SQL上面花费时间 然后进行挑优 对吧 就用到这个代码评测 代码执行时间的这个记载 那这么一个小的技巧 今天就给您分享一下 不过我们当时用的是Java 今天给您讲的是Python 一回事嘛 对不对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 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马上看代码 实战演习 今天给您建一个门 好不好 首先代码量 咱们看一下 一上来 先input nonpy input timet 这是没说的 然后呢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开了一个nonpy的随机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一共有1000个元素 好不好 OK 然后呢 我这定义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F1方神1 一个是方神2 这里面其实没什么内容 我仅仅是对这个数组 进行一个 怎么说呢 大量的数学计算 大家请看 比如我在这地方 又开了一个B数组 是空数组 它的长度等于A 对吧 然后循环A 循环A之后呢 给这个B数组进行不停的复值 然后返回 其实这个处理啊 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吧 仅仅是花费这个时间而已 好 第二个呢 就很简单了 就是一个纤维数组 然后两个帮帮帮一减就完 对吧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处理 OK 然后咱们要评测一下 这两个函数分别花的时间 怎么评测 大家请在这个地方 我打印一下出来 评测结果 然后timed 这个类 或说这个包里面 有一个函数叫做timed 然后呢 它有一个语法 我传一个描述 这个描述呢 可以是普通的python代码 也可以是函数 这地方我指定是函数 对不对 我要执行F1 number是执行多少次 我要执行1000次 执行完之后呢 这行语句会打印出来 所有执行完之后的执行时间 执行花费的时间 好吧 下面呢 是打印一下这个F2 所花费的时间 明显这F2的时间 处理时间要短的很多 对不对 OK 咱们先小续 马上开始 我这个地方 还是今天咱们用这个Google collab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import TensorFlow是没有BLD 咱们直接import这个 nump 把inputnump 进来 执行 没有报座 说明咱们是成功的 然后咱们贴过的代码 咱们跑一下试试 开一个A数组 执行两个函数 然后计算一下时间 因为我用的是这个Google collab 其实它跑会很快 对吧 应该一瞬间就结束 那咱们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我执行第一个函数F1 执行它1000次 它里面也循环了1000次 这样1000乘1000 对吧 出来的是 花费了0.48秒的时间 对吧 而下面呢 大家请看 花费的是0.00028秒的时间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评论出来 一个逻辑处理 是我花费的大概的时间 是多少 对不对 比如说 我把这个改成 咱不是1000次 咱是1万次 咱们各执行一遍的话 这是0.48 这是0.0028 咱们看 提高1万倍 提高10倍 能出什么结果 注意看 够 上面大概会花4.8秒 对吧 乘你10万大千 4.6 4.68秒 下面呢 大概是0.002 大概0.02 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个timemate 能够很快的测出 咱们系统中某一个逻辑处理 所花费的时间 这个对于您系统调优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支持点 一个技巧 希望您能够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如何使用Python的计时模块 计算咱们函数处理时间的 一个小的支持点 希望您能够学会哦 OK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呢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再次感谢会员们的支持 咱们今后继续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哦 好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